用桃子的和人做口哨 他这边有个洞 这边有个洞 这样吹 这是第二个 两个洞 这边有个洞 这边有个洞 那我按住小洞 这个呢 就是后面不打洞了 只有打前面的洞 之后呢 只有最顶端打洞 旁边也不打了 之后呢 再另外一个 也只是顶端打洞 旁边不打 只是这边有个斜角 这边有个斜角 看在这边有个斜角 中文字幕提供 结论 这些呢 壶和里面 这个洞做一个共鸣枪 共鸣枪呢 那么吹气的时候 中间就有一个空气震动 那有一个斜角呢 比较好吹 顿角比较难吹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的话只有一个洞 对不对 所以这也可以吹 如果是两个洞的话 像这两个两个洞的话 就比较不方便 就比较不方便 两个洞对不对 你看前后两个洞 所以要吹的时候 就要按的 第一点 这是共鸣枪的问题 第二点呢 就是 要吹口罩 它是有个角度的 角度对了就会有声音 第三点 吹的时候并不见得要多用力 就是它只要能够 形成一个共振 用这个洞 这个枪 果实的枪做成共振就好了 第四点很要紧 和人啊 里面都是光滑的 里面都是光滑的 所以吹起来呢 共振就会比较好 也就是我们做乐器的时候呢 这个 要共振好的时候 你就是要 里面比较光滑 否则的话 声音来吸掉了 它的振动波被吸掉了 声音就不会很洪亮 这就是心得 拜拜 今天是 10月2号 2021年 10月2号 有点 有点 谢谢大家